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面向对象也学了一部分知识了 对不对 这节课咱们稍稍复习一下 好吧 然后咱们再介绍 面向对象的最重要的三大特性 好吧 来 我们看一下 前边我们学过了 有类的声明 对吧 以及成员属性 还有成员方法 构造方法 吸过方法 关键 这些知识点 对 那前面还记不记得我们做的用的例子是什么 对 男朋友 对啊 男朋友的标子 那是生命类的 对不对 对 那这就是我们再换其他的类 别总用一个 好吧 那用最简单的越简单类学对咱们学习越有帮助 对 所以咱们做一个跟书上差不多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人类 对吧 然后咱把那些前面学过的那些支点上上窜一下 好吧 那人 比如说一个人类就是人具有的属性和行为都哪些呢 属性 人 年龄 性别 对 人得有名字 名字 咋知道是谁啊 对不对 名字 他有年龄 性别 身高 体重 对吧 这都有 大家能解化 有几个对象 对吧 后期我会教大家 什么时候声明有用的属性 对不对 并不是说设计一个类的时候 能把想到的属性都写上 对不对 有的根本你用不到你写的干嘛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 行为 人呢 行为呢有很多 对不对 最基本的 说话 吃饭 走路 对吧 这是一个类的属性的行为 那我们用语法把它串一下 咱们说了 命名必须得有什么 命名 命名有意义 对 有意义 但咱们现在呢 就学习中 咱随便命一个名就行了 对不对 在一个角边里写 那我就做一个tags文件 里边咱们既然生命一个人类 对不对 那我就在这里边 class person person person是人的意思吧 对对吧 人类 那这话它应该有成员属性 有哪些呢 比如说 名字 名字 为什么要加VR啊 咱们生活属性的时候必须要加一个 就是试词 对 那我为什么没把名字这个它这个变量 为什么变量没有复值啊 学做的方法 对 如果我在类这话直接给值的话 那么创建出的所有对象名字 比如说名字都给妹子 对吧 那创建出所有的对象 对 是不是都是妹子 那名字或者什么属性我们都不给值年龄 性别 对吧 然后我们需要创建对象属给值 所以他选了一个什么 构造方法 作用来对对象成员初始化的 function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方法 对不对 但是这个方法名是固定的 那可以和类名通名 但是人家PPC已经过时了 现在咱们用的是 对 这个名称不用随着类名改变而改变 对不对 那构造方法是自动调用的 但是我们可以在拗对象的时候 可以给他穿参数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边放几个接收的 那和普通的方式函数是一样的 参数可以有默认值 比如默认是男 那年龄 比如说零岁 性别 名字 不传我可以给空 这为了什么 调的时候不传值 是不是也有一个默认的空 这不算了 然后他学了一个Z式关键字 访问对象内部 其他成员的对不对 可以访问成员属音 可以访问成员方法 对 用Z式里边的内部 等于 对 传起来的内部 后边等号右边的是什么 是参数的内部 而戴Z式是自己的成员 听说吧 在平时咱们设计类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把想到的成员属音都列出来 因为你想不全对不对 比如说桌子 你能想到的是宽度高度颜色 是不是这样 一个桌子的一个类 对吧 但是我们如果不用到这个宽度高度 你身边的有什么意义啊 对吧 所以呢 什么时候写成员属性是有所规则的 听懂啊 就相当于咱们平时做函数的全局变量 听懂啊 是在后边 解整个这个对象中的方法用到的属性 你在写 什么方法 如果方法内部用到的 单个的变量 就自己方法用 那身为举用变量就可以了 记住 两个以上的方法共用同一个变量 是不是就得用全局啊 而在内里边是一个整体 它部分全局对不对啊 那就把它身为成员属性 没得记住这个规则了吗 两个方法使用到同一个变量的时候 这个变量就生命为成员属性 对吧 或者是别人通过这个对象来想知道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的时候 外边用的时候也是这么写 但是大部分都是两个方法以上用到同一个变量的时候 然后生命为成员属性 这是一个原则 然后咱们继续生命完 将初始化完啊 年龄等于传进来的年龄 还有传性别 等于传进来的性别 是不是就可以了 够的方法 然后下面是成员方法 对吧 成员方法就是说 有说话 对吧 有走路 还有吃饭 吃的 人可以有吃的功能 然后还有吸购方法 吸购方法 吸购方法 是对象被垃圾不收器回收之前自动调用的方法 对不对 一般相当于一个人死之前的遗言比较善人 方尔明也是固定的 也是个模式方法 对 模式方法 后边咱们会总结性的学习 在吸购方法里边 它没有参数 也不应该有反位值 因为它是自动调用的 你没法给传值 对不对 而当时够的话也是自动调用的 但是咱们在什么时候可以传值 在创建对象的时候 类后名后边可以在画上可以传进来 而吸购方法是能传不了值的 所以是不需要参数的 这点大家知道 就这里边说出 在 戒 谁呢 来一个 这次你这样的 是不是防自己成员的名字 跟谁说戒戒 对吧 吸购方法 当然并不是说输出一个什么什么结束用的 对吧 也不是释放对象用的 因为释放对象叫拉击扣器 对 咱们前面说了 是用来 对 销毁资源的时候使用的 这个类是处理一个资源 前面有打开 在吸购的时候 把它用完就关闭掉 很方便的一件事 然后比如在说话的方法里边 我们就说出一下 我的名字是 我的年龄是 我的性别是 然后我们在这话 加上一个 用这次访问自己的名字 对吧 然后这话访问自己的 年龄 然后访问自己的 性质 类似于这儿的 换一下号 一号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个类型是不是就生命完了 但是记住了 这样写是看起来比较规范 对不对 但是不是说必须的 没有说够的方法 必须得放在属性的下边 放在成员方法的上边 吸过方法放在最后 没有这个说法 那咱们设计一个位里边写成员的 这个规则是什么样的呢 是 感觉上按照对象的执行随序 就可以了 对吧 比如说 我这会儿可不可以加一个成员属性 VRWHEIG HEIG HT 身高 可以 没问题 听懂吗 但是看起来是不比较乱的 对吧 够的话 我写在最下边行不行 也没问题 但是感觉是不是也不好 所以 也不能说标准的写法 习惯的写法 是一般这样 对吧 咱们前面除了学类的生命 是不是还有创建对象 对 对 P1等于 比如说 NU是新建的对象 用哪个类新建对象 又不是新建对象 对象里边就有类的所有模组 对吧 有这么多属性 有这么多方法 知不知道 然后 我们加括号就可以 在创建文对象 调够的话 给够的话存猜数 比如说 传个名字叫做 妹子 对吧 年龄 20 别撒谎 20岁 然后 性别 性命女 用默认的行吗 性命女 然后 这是创建对象 我们可以访问对象 中的成员 首先对不对 对 那 可以把 P1 访问到他这里边的名字 可以吧 还可以怎么的 把里边的年龄 是可以改掉 年龄 怎么也比较24 对吧 然后我还可以 让他说出什么 还可以掉在里边的 方法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 杠箭头的一个符号 这就是前面咱讲的 所有特性 来 咱们运行一下这个 看可不可以运行 咱们是 Test 叫 GD 好 是不可以啊 这就是他前面学的GD 咱们 用另外一个类 咱们稍微总结一下 对吧 你可以想任何 你看到的一个类别 你都可以形成这样的情况 都是可以的啊 嗯 那我们看看这个 我们看一下 咱们从这个开始呢 咱们要学习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最主要的特性 什么叫啊 风装性 其实面向对象 它有最主要的三大特性 这是区别于别的类型的 比如说 经常问我说 数组已经够强大了 是不是 数组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模拟很多数据结构 对不对 当然了 咱P2P也有那些数据结构东西 比如说你给学习 SPR那个扩展 对吧 嗯 那为什么还要用对象那种结构呢 比如说 数组它不能风波 数组不能继承 对吧 数组不能实现状态 而对象恰巧这三个特性 是它的什么优势 对吧 但是大家现在还不太懂 这三个特性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从下节开始 咱们会分别介绍 对象的风光性 继承性 多态性 三大特性 下节课咱们从风光性开始 好吧 好 这节课咱们是对前面指点 稍微呼吸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一课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